近在武汉地铁里出现了一个带了一只小狗的男孩 大晚上蹲在站台上 工作人员以为孩子迷路了 可结果却让大伙感动得差点掉眼泪 夜里11点多 小男孩就蹲在这个玻璃幕墙旁边 旁边还有一只黑色小带蹄在跑来跑去 然后工作人员就在旁边问他 说孩子你在那干嘛呢 孩子说了 说妈妈在公司加班 说会坐末班车回家 我呢就在地铁口等妈妈 回家的路要让妈妈陪妈妈一块走回去 虽然我们现在都明白 父母为儿女的操劳特别多 可又有多少人能在这个年纪 就懂得心疼父母呢 工作人员得知后特别感动 就叫孩子到休息室休息 可男孩怕妈妈出站看不到他 执意不去 后来好说歹说 才同意挪到一个暖和点的地方 继续等妈妈 这样的很难 让不少网友都特别的羡慕又忌妒 有网友说了 我家里有狗有儿子 可狗是在这样 在阳台等我 儿子呢 在沙发上看电视 也有网友深感父母的不计 说不加班养不起你 加了班赔不了你 更有网友说了 生活处处平淡 互相给予的温暖 却如春风话雨 滋润人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